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vlog,我是十四 这次我会教大家如何绘制支付插画 以及在绘制前的思考和绘制中需要注意的知识点 在视频开始之前,请把支持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先来就开始吧 在绘制插画的初期,我会在Pinterest上收集灵感、扩充思路以及确定主题 这个部分在整个插画的制作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流程 通常前期准备的越充足,就越有利于后期的绘制 收集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绘画的过程了 我们先打开Procreate 我通常会将绘制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草稿、铺色、刻画、丰富层次和最终调整 我们就先从第一步草稿开始 我们使用6B铅笔进行起稿 依次画出各种主体物 然后在草稿阶段,大家尽量让画面更加的丰富和完整一些 这样更方便后期根据画面效果做加法或者减法 这里面准备了 这次采用的是三角形构图 这样的画面通常会比较稳定和均衡 完成草稿之后 我们将它的透明度调至20% 以免过于干扰画面 接下来就进入第二部分 铺色了 这里我用到的笔刷是单线笔刷 它的特点是粗细均匀 无压感 特别适合大面积的平图 我们依次将星球进行铺色 这里用到的色板 也会在视频的左下角分享出来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截图使用 画好星球之后还是用单线笔刷 在星球的周围加上一些星形 注意要有颜色和大小的区分 但也切记星星的排布不要过于的平均 这样会让画面过于死板 画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二部分 第三步刻画了 在这个步骤中我要用到的是剪辑蒙版 我们可以在星球的上方新建一个图层 点击之后选择剪辑蒙版 就可以在不画出星球边界的情况下 给星球增加更多的细节了 我们选择黑色进行纹理的绘制 画好之后我们点击图层旁的N 选择混合模式覆盖 再降低透明度 这样做的原因是相较于直接使用透明度 选择混合模式能够让纹理的颜色更有倾向性 让画面更具有层次感 了解单个星球的刻画方式之后 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其他星球的刻画 在绘制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创造一些纹理 接下来我们来给画面加上一些动态的感觉 这里会用到的功能是绘图指引 我们点击操作 打开绘图指引的开关 再点击编辑 选择下方的等大标签 最后打开右下方的辅助开关 这时我们在画面中绘制的线条 都会根据参考线来进行修正 接着我们选择细尖笔刷 开始绘制流星 画好流星之后 我们先回到单线笔刷 给画面增加一些星星 接下来我们进入丰富层次的步骤 打开相色中的金箔素材 放大到画面等待后 移到流星图层的上方 接着点击剪辑蒙版 我们就会发现流星被金箔素材所填充了 这时候流星因为笔刷的缘故 看起来有些单薄 我们复制几层进行合并 最后我们签名导出 这幅画就算完成了 前段时间收到了明基的投影仪 在平时iPad投屏作画或者分屏使用时 都能给我带来很棒的体验 即便是白天也能清晰使用 大家在学习绘画的同时 也别忘了抽空看部电影放松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中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长按点赞三连加关注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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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